加油 人要處理的嗎 還有沒有人要出去的 哀家哀戶呼喊 看看還有沒有人還在家裡 需要救援 一面而來 一艘橡皮艇 正好把人載出來 仔細看看這水味真的太驚人 淹到快要半層樓 就在嘉義縣水上香好幾個村 全泡在水裡 根據了解公所25號下午 有要居民撤離 但大家不願離開 似乎是越晚越可怕 就有民眾上網貼文求援 截至晚間10點消防協助脫困160人 其中兩人預防性就醫 誇張畫面還出現在民雄的西昌村 水淹到了成人大腿幾乎寸步難行 村長說已經20年沒有那麼誇張 議員接獲求援晚間來送160個便當 不讓居民挨餓 另外鹿草同樣不只大風大雨 還變成汪洋一片 好好的家園 慘不忍睹 都夜到家裡面了 車櫃都是營餅 不然現在是營餅 現在沒辦法吃飯了 沒辦法 因為我們這邊下麻村 是我們最早開始煙營的地方 阿爸講是疫情 所以整個疫情的速度很快 有一些要留在家裡 直接避難的話 我們就用共產的方式 協同軍方一共送了120戶的晚餐 村民只是望睡一覺起來 水能全部退散 只是財損恐怕難以估計 災後重建又是漫漫長路